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今年台北电影节即将在6月27号展开 很荣幸我们邀请到策展人郭敏荣 为我们介绍焦点影人 还有他的私房片单 敏荣你好 欢迎来到《异想世界》 各位观众好 那延续波兰当代新潮这个话题 今年就是焦点影人有两位 一位是波兰人 一位是加拿大人 敏荣可不可以帮我们各介绍一下 他们个别的特色在哪里 好 波兰导演的话 我没有办法把他的中文名字 因为我发现波兰的名字 除了 除了骑士老司机 波兰司机 以及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导演以外 他的名字 我们其实后来都直接称他的姓 叫Smarovsky 我还是试试看 把他的那个名字念出来 看大家能不能记得 沃切伊赫斯马乔夫斯基 就是一个司机 对对对 我还是叫他Smarovsky 他是波兰这十年来 就是从二十一世纪 所以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以来 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波兰导演 不过他之前都比较是在欧洲的脉络上 被大家所熟知 除了欧洲之外 他目前还比较不太让大家介绍 可是我们在做那个主题城市的一些研究的时候 觉得说他是目前波兰最重要的导演 所以我们觉得也正好趁这个机会能够介绍他 这个导演他其实他才拍了五部片 那我们蛮荣幸能够邀到他这四部影片 那他这四部影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特色 第一点就是说 他对于波兰的各种贪污腐败 以及人跟人之间偷拐 有点像偷拐墙片 这样子的社会现状挖得很深 他是一个批判力道很强的一个导演 对那他的那个摄影 他讲故事的特色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连四部看下来的话 会觉得他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会铺很多的线 而且他在时空上面会不断的一直剪接 像是他的黑暗之家2009这部影片 他是从过去的事件跟现在的事件 这样子的时空一直不断的在剪接 然后还有不同人的视角来看一个故事 然后观众其实在看他的影片的过程中 也有一点像是跟着这些影片中的角色 一起去把导演一下子散出去的线索 要一个一个组成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刺激的一个观影过程 因为你刚你要非常的专注 然后你要把导演撒出去的线 全部都剪回来 那怎么样子把过去的时空 这个人讲的话跟那个人讲的话 全部都组出来对那这样子的实验 在他最新的影片叫限时搜证 这部影片里面他玩得更极致 除了说他撒了不同的线以外 他还用了各式各样的摄影媒材 比如说那个隐藏式摄影机 或者是说手上的那种iPhone 各式各样子的摄影机 然后还有实际的摄影机 他用各种不同的画面 然后可能是不同的人拍着或者是一个机构里面一定监控的画面 大家要从这些各式各样的线索 以及各种不同的画面里面 去把他拼凑出来 跟着那个主角 因为这个主角只有一定的时间 他要找出到是谁陷害了他 所以那个过程是非常刺激的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又非常犀利的把所有的这种警戒吃喝嫖赌的一些状况 都挖得非常的深 他是一个能够融合类型 也能够将他对于社会的观察一起摆进去 蛮厉害的一个导演 另外一位焦点影人是加拿大的导演吗 对来自加拿大的导演 这位导演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其实花了一些力气邀请这个导演 这个导演他是加拿大人 但是我们一直以为加拿大人是不看足球的 但是我们在邀请他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一把信写出去就说 导演可不可以请你在我们电影节的期间来 结果导演讲说 你们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呢 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了 导演说这个时候是世界杯的时候 我是不离开家里的 不离开电视机的 对对对我一定要看每一场赛事 到最后我们只好几番去说服导演说导演 你在台湾 其实我们也有电视会会放那个足球赛事 所以请才请导演 这样子从加拿大这样飞过来 所以大家在他来的期间 一定要好好把握 如果看到导演的话 也可以跟他聊一下足球的事情 所以这是导演 他的比较个人的喜好的部分 那关于他的影片 我倒是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导演 因为他会他的影片里面有蛮多的实验的风格 他会去结合纪录片跟剧情片 这样子的不同的叙事脉络去组成他的影片 很难很多时候很难去定义说 他的影片是一个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或者甚至是一个实验片 那他关注的人常常是一些社会边缘人 那可能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怎么样子去进到他的故事里面 他通常会把人放在一个环境的脉络里面 比如说像是汽车坟场 就是一个不停的收集所有的报废车的一个老人家 他在自己的修车场里面 自己大概有四千多辆的修车场里面 然后慢慢的去梳理出他的故事 甚至有些时候他看起来是一部纪录片 可是导演后来丢进几个角色 你开始在想说 现在我在看的是导演设计过的过程吗 还是其他的过程 但是藉由这样子扰乱原本的一个 纪录的对象里面 反而插转出更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那像在他的第一部作品 叫做放逐边境里面 他也是一个从剧情出发 但是融入了记录的一个色彩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是说 因为有记录的部分在里面 你可以透过对于真实的人的了解 而渐渐对于这个角色有了移情的作用 所以当他到最后 这个人走到平平淡淡的 你陪着他走到了故事的终点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不知不觉 你的感情已经放进去了 我觉得是导演还蛮神奇的一种 他发觉另外一种说故事 以及让作为观众的人 可以把感情投进去的一个感觉 对这点我还蛮欣赏的 刚刚跟敏荣也有谈到这位导演 因为我们看他的样子 应该看起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事实上他是一个喜欢穿花衬衫 而且没拍一部片 就会刺一个刺青 那刺青的话 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故事 那可以大家到现场 再来去问他 其实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很好奇 因为我们那时候 在看导演的照片的时候 他一直看起来是有点凶狠 但是我们后来觉得 他应该是一个很酷的人 因为他本身也是影评人出身 那听说我们从一个 加拿大的策展人听说 他的刺青 每个都有每个的故事 所以他也鼓励 这位加拿大他的同行也说 鼓励各位观众 等导演来的时候 也可以问他每个刺青 到底后面代表了什么 代表的故事 我看到之后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故事 因为我们可能自己在台湾 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是 我只是要主张 我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在这部影片 到最后他不再只是 关于母女之间的拉扯 其实他做的是一个 因为贫穷 所以他们需要做的一些取舍